环球交叉点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蒋风,欢迎收看本期的东营一周讲 10月17号和18号,是日本臭名昭著的晋国神社举行年度秋季大季的日子 每年这个时刻,日本国内的右倾政治家以及国内各路的优异势力都会蠢蠢欲动的 到晋国神社来一个参拜秀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参拜秀有不同的看点 他也反映出日本政坛未来的走向 第一个看点,那就是前首相争相参拜晋国神社 我们注意到,这次不仅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参拜晋国神社 还有呢,刚刚卸任的首相简一伟参拜晋国神社 有人说呀,安倍晋三参拜晋国神社 已经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了 他不仅呢,在首相任职期间参拜国神社 从首相职位推起来以后,也频频参拜国神社 美国的媒体早就把安倍晋三定位为历史修正主义者了 我则想说呀,安倍晋三真的是一个花港岩的脑袋 日本清华战争期间 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 是为满中国的操盘手之一 日本战败以后,岸信介呢 又是日本甲级战犯贤心人之一 其后,咸鱼翻身成为了日本首相 所以呀,安倍的家族以及安倍本人 热衷于歌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晋国神社 那也就是在情理之中 问题是,那位作为草莓大叔出身的日本前首相简一伟 为什么也要去参拜晋国神社呢 我认为呀,这其中原因有三个 首先,简一伟的父亲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曾经在日本的国策公司 也就是建立在中国东北的满铁公司工作 他当时是高级职员 家里边雇佣着中国女性保姆 享受着日本侵略战争红利的简一伟首相 自然不会忘记自己童年的高光时刻 今天,他要用参拜晋国神社的方式 与安倍晋三攀比家庭背景 他显然不希望安倍晋三独霸日本自民党大佬的位置 他更希望自己用这种参拜的形式 也能够挤进日本自民党长佬的位置 一句话,简一伟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不愿意退出政治舞台 那么第二个看点就是日本现任割派首相岸田文雄 用过分精品的方式参拜经过神社 岸田文雄就任首相不长马时间 10月4号就任了日本第一百人首相 这次呢,他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 向晋国神社供奉了祭品 很多人对此事百思不得其解呀 认为这个人不是日本政坛的鸽派人物吗 还说他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的过程当中 不是说过首相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吗 这里呀,我想告诉各位观众 岸田文雄同样是日本侵华战争红利的继承主 从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到现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岸田文雄的祖父就把自己的产业开办到了中国的台湾 以及中国东北的大连等地 他心中对那段的历史自然会有自己的历史观点 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 对于日本的政治家来说 参拜靖国神社是抱人气的最好的机会 现在岸田文雄已经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 将于10月31号开票的日本大选之中 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 岸田文雄可以不惜一切的 参拜靖国神社就是竞选的手段之一 在此,岸田文雄如果想在大选中获胜 就不能忽视日本右翼势力 而争取日本右翼势力的最好方式 就是要让自己这只鸽子变成鹰 也就是说从鸽派转变成鹰派 那就是要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产生新闻近日在一篇评论当中指出 今后是否成为长期政权的标准之一 就是是否参拜靖国神社 我们还看到 这次参拜靖国神社当中的岸田内阁当中 有厚生劳动大臣厚腾茂之和万博大臣若功见四 这两个人也很有意思 前者今年65岁了 是一个没有政治节操的人 他先后参加过新进党民主党自民党 这次是他第一次成为内阁大臣 这样一来 他不会放过每一个露脸的机会 与此同时呢 他还是日本的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肯谈会的成员 大家都去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的成员 日本会议国会议员肯谈会的成员 是一个日本著名的右翼政治家 参拜靖国神社可以说是出于一种本能 而今年60岁的若功见词 这个人呢 做过日本的外务副大臣防卫副大臣 是日本政坛著名的修宪派人物 他主张日本应该有对外进行战略的权利 他认为呢 日本应该考虑在未来的国际形势下 是否拥有核武器 那是一个典型的好战略 因此他也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参拜秀的机会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日本正在用一辆退任首相 与现任首相以各自的方式参拜靖国神社 内阁领班与内阁成员先后参拜靖国神社 各派人物不惜变脸参拜靖国神社的方式 向人们宣誓着日本正谈的新变化 那就是未来要把参拜靖国神社 制度化 组织化 日常化 这是日本对亚洲邻国的公开的挑战 也是日本无法从亚洲孤儿重新返回亚洲大家庭的重要障碍 日本正谈的这种败鬼心态 只能推出一件事情 那就是既然日本不愿意汲取历史的教训 那就只能用新的历史教训日本 好 我们本期的东莹一周奖就在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这个节目再见 by bwd6